埃波拉病毒自虐西非大陆 中国医疗队紧急支援 2015年1月13日 首批队员完成任务归火 第二批援助队员踏上争承 在抗击埃波拉的战场上 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 为了挽救西非人民的生命安全 他们又如何向方慎发 全力控制疫情的蔓延 军事计时 本期播出阻击埃波拉 中国医疗队副西非抗击埃波拉计时 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埃波拉曾是一种罕见的病毒 1976年首次出现在苏丹南部和刚果津的埃波拉河地区 埃波拉也由此得命 2014年 消失多年的埃波拉病毒再一次出现在西非大陆上 短短几个月时间 感染和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 并呈现加速蔓延的汗湿 2014年9月16日 引世界卫生组织号召 中国人民解副军派出首批 赴西非抗击埃波拉医疗队 三个月后 第二批医疗队的队员们 也登上了飞往利比利亚的国际航班 这里是中国埃波拉治疗中心 经过第一批医疗队员的楼碍 这里的治疗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 疫情也得到初步控制 第二批医疗队除了要继续救治埃波拉患者案 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对疫情实施全面防护 降低疫情蔓延和复杀的机率 就在第二批医疗队员们 刚刚到达利比利亚 就有一位埃波拉患者被送出过来 由于埃波拉病发时会持续高烧 这名妇女痛苦地拒绝穿上外衣 第二批医疗队 有了第一批医疗队的警员 第二批医疗队员们对埃波拉病毒的危险 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当亲眼目睹埃波拉患者的痛苦 队员们仍然非常震惊 这是一名医生有DV记录下的画面 晚上九点半 虽然病区外的队员们 不时地催促病房里的医生 尽快接受治疗 但在病房内 五名已经连续工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医生 却仍没有退出病房的椅子 晚上十点零八分 在不断地对这名妇女叮嘱过后 五名医生才离开了病房 显然 病床上这名妇女的情况并不乐观 在利比利亚 埃波拉患者的死亡率高达90% 而接下来 中国医疗队将如何治疗这名妇女呢 2015年4月2日 在征得院方的同意后 我们军事记事栏目的记者 穿着安全防护服 在隔离区域 见到了已经回活的第二批医疗队员 请进 不好意思 房间有点吧 没事 你在这边清洗 对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医学隔离观察 要等整个观察结束 我们这个任务才能算完满完成 你们要隔离多久 应该是21天 按照埃波拉的病毒对肠潜伏期来看的话 是21天 在第二批远助利比利亚医疗队中 李东宇 是负责门诊工作的医生 为了记录这些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画面 他在工作之余 主动拿起地位 记录下了医疗队员们当时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 对于我们医疗队每一个人来说 可能都是这辈子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 所以说我想尽自己的一点能力吧 然后用影像来留住大家的这些回忆 在李东宇拍摄的画面中 我们看到了医疗队员们讨论这名妇女病情室的情景 这是一次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能够和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进行搏斗 而且去研究它 另外一次的话我觉得是多少有一点点担心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从全世界来讲 目前还没有一个很特效的治疗方法 这天晚上十点多 五名从病房里出来的医生和病区外的医疗队员们并没有休息 由于一晚熄灯 他们在逃场上进行规矩 病死情况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里边呢 他一直感觉到发力 有轻度的咳嗽 自己呢没有感觉到有发烧 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查的话呢 发现病人体温39度 那追问病死的话呢 他家里面曾经有一个 跟阿波拉丁人死亡了 在问病死的时候 他又补充了一下 他有三年的一个糖尿病病死 一直没有 自己没有吃药治疗 然后又发现他血压也高 根据以往经验 阿波拉感染者在感染的第五天到第十天是最危险的 如果在这段时间 病情还无法被他控制 将会直接到治死 这名妇女因与其他阿波拉患者有过接触而感染 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了 医疗队必须迅速采取措施 防止她的病情恶化 她这个治疗难度的话 主要在她这个死亡率可能是明显会增加 这是一个 所以在我们的阿波拉治疗过程中 我们主要还是要控制她的血糖 把血糖控制下来 然而 接下来几天 当医疗队员们按照治疗方案对这名妇女诊治时 情况却并不顺利 体温持续不下来 而且她感觉心情特别的烦躁 自己在病房里面她自己都感觉自己说快不行了 我们当时的话心情是非常忐忑的 我们当时的话心情是非常忐忑的 渴望她好转 但是我们又没有 完全没有 对以前的话完全没有这个治疗阿波拉方面的经验 考虑到患者的情绪对治疗效果有很大的影响 这名妇女情绪低落 医疗队员们除了用药物治疗外 还需要辅助手段 我们经过我们全队的一个专家的一个会诊讨论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方案应该是非常可靠跟保稳的一个方案 所以的话 我们在给她这个原划案继续积极的治疗的同时 我们激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安慰 通过我们的监控系统 对讲系统 跟病人交流 是她放下她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负担 也许是医疗队员们的鼓励 给了妇女生的希望 在接受治疗一周后 她的体温和血糖逐渐恢复了正常 2015年2月18日 中国农历除夕这天 这名妇女病情痊愈 出院当天 她参加了中国医疗队组织的晚会 大家好 我是阿罗巴 请先闻 是说感谢大家 同时表示 对大家的工作的 鼓励的感谢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 就是站在我旁边的主持人 她一听到马罗巴 那种非常淳朴的 非常自然的那种声音 哗一下眼泪就下来了 根本就忍不住 在利贝里亚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 死于埃博拉病毒 但当地群众仍然缺乏 基本的防疫意识 深入到当地社区 医疗队将采用什么方式 普及防疫知识 他们的努力 能否达到效果 前来参观的外国医疗队 又给予了怎样的评价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阻击埃博拉 中国医疗队 傅西飞抗击埃博拉计时 中国埃博拉治疗中心 几乎每天都能受到 埃博拉疑似病病 他们中绝大多数 是因为与埃博拉患者 有过近距离接触后 产生了发热 腹泻等反应 而被当地卫生部门送到这里 进行留院观察 这是2015年2月2日 中国埃博拉治疗中心 收治的一名小男孩 之前他参加了 死于埃博拉带亲手的葬礼 回家后就开始高烧 并且呕吐 当时这个小朋友 收进来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他只有8岁 让他把他一个人 放在留观的隔离病房里边的话 他肯定是感到 非常的焦躁不安 老是在病房里边 闹啊哭啊 然后呢 不断地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 这是病房监控摄像头 在熄灯后拍摄的画面 画面中 小男孩站在墙边 抹眼泪 迟迟不肯 上床入宿 也是觉得很心疼 因为小孩很小嘛 我看着他 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是属于是 隔离的一个病房 然后父母也是不能进来陪他的 医疗队的队员 大多数都以为任父母 小男孩时常在一晚 孤独地啜泣 触动了他们内心 最柔软的地方 我们就会进去陪着他 给他讲故事 就是把中国的一些小故事 然后翻译成英文 然后讲给他听 然后给他送玩具 送漫画书 然后送画册 包括送一些吃的 然后对他开心 在医疗队员们的关爱下 小男孩的情绪渐渐稳定 随后经过多次血液检验 小男孩的病情终于确诊 他没有感染埃巴拉病毒 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我们大家得知 他的那个检验结果 是阴性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觉得 松了一口气 虽然小男孩 没有感染埃巴拉病毒 但回想之前 已经治愈的那名妇女 以及更多埃巴拉患者 医疗队员们发现 当地群众 缺乏必要的防疫意识 这正是导致 埃巴拉病情蔓延的 根本原因 这是2015年2月10日 利比利亚当地电视台播放的 一条专题新闻 在这条新闻中 中国医疗队的队员们 正在掩饰一种 他们独创的 七度洗手舞 先来观看的当地群众 不住地鼓掌喝彩 我们在收看新闻的时候 突然发现 当地的民众 也在跳我们拍的 我们编拍的洗手舞 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原来大多数当地群众 没有洗手的习惯 而当他们与埃巴拉患者接触后 如果不仅宽洗手消毒 将大大增加 感染埃巴拉的风险 经过深入社区调查 医疗队员们排练出了一套 七步洗手舞 由于节奏欢快 易血易懂 这种舞蹈 这种舞蹈很快就在当地普及起来 并受到了辩识台的关注 在我们制定培训课程的时候 就是每次讲述完齐步洗手法 我们就会给大家演示一次我们的洗手舞 第一次跳洗手舞的时候 我们心里边也没底 也不知道非洲人民到底喜不喜欢这种表演 或者说这种教学方法 但是第一次跳完之后 下面的员工们非常兴奋就站起来 我要学这个 我还想给你再跳一次 当时我们就非常高兴了 那么我们这些东西 非洲人民是喜欢的 而且他们乐于来跟我们一起学 初宣传七步洗手舞患 为了在根源上降低埃波拉的感染率 中国医疗队还定期地去一些公共场所消毒 2015年365之年 在收治了62位患者后 整个利比利亚地区确诊的最后一名埃波拉病人 从中国埃波拉治疗中心康复出院 当天世界卫生组织 特地在中国埃波拉治疗中心的门口 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I'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the Chinese against global I came to visit this recently and met with the Chinese staff to the global It was an honor to see the work They are extremely professional and dedicated And their country should be very proud 最后 中国埃波拉治疗中心 迎来了美国 德国的国家 驻利比利亚医疗队参观 I'm co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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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来到我们英特区的时候 对我们的条件也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 他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也是到我们这里取经 在经历了执行任务 这两个月期间 我们很深入地下过社区 看到过当地民众对于埃博拉的认识和反应 也经历了埃博拉病人跟死神搏斗 生死一线的那一瞬间 更经历了埃博拉病人出院的时候的那种喜悦和那种兴奋 慢慢慢慢地 这个死神的面纱被揭开之后 你会看清楚 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他 去看清他 也就没有那么恐怖 没有那么可怕 埃博拉这个疾病的认识 刚开始不认为是80%甚至90%的死亡率 但是从我们的治疗这几个病例以后 我们觉得如果给更好的条件的话 埃博拉整个疾病的一个死亡率的话 会明显地下降 我觉得会甚至低于20%的死亡 2015年3月15日 第二批援助利比利亚医疗队全职队员 圆满完成任务 安全回火 同一天 第三批中国医疗队又通上了飞龙西飞的航班 他们还要去执行疫情过后的防止复发和清洁消毒的任务 我们忠心主任 在世界各国的帮助下 西飞这片遭受疫情破坏的土地 早日恢复升级 刚刚十个月大的小狗陶桃 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搜救犬训练基地的一名新兵 出道军营 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要成为一条出色的搜救犬 陶桃要学习许多的功课 为了让陶桃尽快成长 训导员又用了哪些妙招 记者深入中国国际救援队搜救犬训练基地 带您一起看训搜救犬陶桃的成长秘密 军事技时近期播出 搜救犬陶桃的新兵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